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踢我 是吗 让朕嬷嬷 殿下 圣上与贵妃娘娘正在休息 殿下切莫冒犯啊 殿下 殿下 圣上 臣弟冒犯圣上 罪该万死 但请圣上成全 你先下去 是 你好歹也是王爷身份 夜闯御书房成什么样子 臣弟一生 处处受着束缚 护不住朋友 求不得自有 如今就连婚事也要受人摆布 这王爷身份 我不要也罢 林子王 你这是做什么 你是圣上最堂爱的弟弟 有什么事啊 且慢慢说 皇兄 臣弟已是无忌可适了 母后和薛家一个个都要逼我取薛书 可在我心里 我早有主义之人 若不能娶她为妻 臣弟宁愿意死 只求皇兄成全 慌张 你说的什么慌张话 皇兄 臣弟所言句句真心 臣弟已经同母后说了无数次 我对薛书并无半点恋目之意 可母后还是执意要选薛氏女做王妃 现在唯有皇兄 能替臣弟做主了 求皇兄开恩 全了臣弟的心意吧 圣上 殿下 你就少说两句吧 来人 来人 快快先将殿下请下去 有什么事 明日再说 皇兄 快快 求求你了 皇兄 皇兄 殿下 少说两句吧 皇兄 皇兄若不答应 我便一直跪在殿前 等到你答应为止 皇兄 圣上 凌子王殿下平日温和 哪里有过这般模样 他呀 只是私慕心切 你就别跟他支气了 朕所担忧的 有哪会是这件事 而是母后的用意 他费了这么大的力 一定要让审界去薛氏女 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 只怕薛家的胃口已经太大了 大道已经容不下朕 和你们母子了